嗨,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球球 我们这节课来讲解一下消息界面的一个设计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课件 消息界面主要是讲解的是功能图标的一个设计 图标信息排列的一个设置 因为这个消息界面 其实就是作为一方家来讲 主要是用来提醒他一些订单信息 或者一些系统的一些公告或者活动 或者有一些收入等等类似的一些信息 他主要是分为那两块 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 他可能会一些提醒 比如说有新订单了 或者有一笔新的一个收入等等 会这样的一个提醒 然后公告其实是以系统推送的一个消息为主 比如说是活动推送 或者是平台公告的一个提醒等 我们看一下这个消息列表的一个设计 其实主要是list的一个展示 左边是图标 图标分别表示就是说消息是什么类型的 是订单还是收入等等等等 会这样的一个 然后他有一个小的一个红点表示这条信息 是一个未读是一个是一条新消息 然后第二个是公告 公告这一块我们的一个做法设计出的一个做法 是类似于微信公众号的一个文章页面 因为它主要大部分以活动为主 所以活动可能以一张图 一张大图来作为一个主视觉 然后这块其实就是一个卡片的设计 然后有一个标题 标题下面是一个日期 日期下面是一张主图 然后点击之后 然后查看详情 这样的 好 下面我们做一下消息列表的一个页面 我们新建一个画板 画板的一个尺寸呢 是5的640x130 这我们都一样 然后给它填中一个灰色的一个背景 我们要把这个辅助线给它拉出来 辅助线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尺寸呢 我们都是通用的 左右呢是20 然后中间我们给它拉一条 好 下面呢 我们用矩形 就用矩形工具 然后建一个640 高度呢 为90的一个白色的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呢 是用来做这个type的一个底色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type切换 一个是消息 一个是公告 好 我们给这个白色的一个矩形呢 加一个投影 这样呢 就是我们投影是通的一个25 然后角度呢 90 距离是1 大小是5 兼这个投影呢 是为了让它和下面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堆裂呢 它乘一个层次 因为呢 这个type呢 是始终这个悬浮在这个顶部的 我们把这个内容填上去 消息和公告 我们做要微调 然后对齐一样 下面还有一个就是 这块因为呢 是有一个是选中的一个效果 我们之前做的效果呢 是用一个矩形工具建一个320 然后呢 高度呢 为4的一个红色的一个矩形 放在type的一个底部 作为一个选中的一个效果 当前选中的一个 当前选中字体的一个颜色呢 和这个选中的一个矩形的一个颜色是相同的 都为红色 另外一个没选中的一个字体颜色呢 设置为一个黑色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 40 高度为40 宽度为1的一个 矩形呢 去在中间的消息和公告之间呢 然后加一个分割线 因为这是让它去边 这是两块 宽度为1 高度呢 为40 颜色呢 为DED 秒边的一个颜色 居中对齐啊 好 这样呢 我们整个一个type的做完了 所以我们给它重新组成一个组 下面我们开始做这个消息的一个对立的一个展示 消息对立呢 我们用一个矩形 然后建一个640 然后高度呢 为这个160的 白色的一个矩形 这是作为一对立的一个背景 然后加一个描边 表面的一个大小会1 颜色值为DED 因为消息对立呢 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最左边呢 是图标 然后中间呢 是消息的一个详细情况 然后右边再给它加一个 右的一个箭头 用来指示呢 它是可以点的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圆角的一个矩形工具 建一个100 100乘100 圆角半径为6的 圆角矩形 这个矩形呢 是用来显示 显示图标的 因为这个要区分 它是订单还是收入 我们下面把在IR中做的一个图标拿过来 只要我们把内容给它打上去 因为这是一笔订单 字号我们给它设成28字体的一个颜色呢 设成了黑色 然后下面再复制一层出来 然后下面是显示该条消息的生成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2015年 因为腰带列表有个层次感 所以把消息中的一个时间设置成一个灰色 然后字号调成24 这样就是我们一个订单消息的一个提示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提示 就是该如果有新订单的话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小的一个红点 在右上角有红点 所以我们用一个圆形工具 然后建一个20x20的 填成为一个红色 然后给这个加一个描边 描边的颜色为白色 为三个像素 这样我们一个列表基本就完成了 我们给它组成一个组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层出来 这个可能是一个收入 前面的这个图标 我们给它换成一个金钱的一个图标 我们这块也给它换了一个颜色 因为让它在这个消息列表中 有很好的一个区分 就是是订单还是收入 我们下面就给它多复制几层 让它整个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 这样我们整个一个消息的一个对列就做完了 主要是以图标 然后加上这个消息的一个提示 然后将日期右边加上一个指示的一个箭头 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消息列表的一个展示 下面我们再做一下一个公告 我们来做一下公告的一个页面 然后同样的就是新建画板上面 然后把一个type加进去 这个type我们要给它换成是公告为选中的一个状态 公告选中状态的颜色为红色 然后消息的颜色为黑色 公告页面是和我们的一个微信的一个公众号页面比较类似 就是卡片的一个形式 然后上面有个时间 好我们先用一个圆角工具 圆角矩形工具 然后建一个320乘以38的 320高度为38为6的一个灰色底的一个圆角矩形 这一块是用来显示就是时间的 调整一下字体的一个大小 为24 然后字体颜色为白色 好下面我们再用一个圆角矩形工具 然后画一个高580 宽也是580 圆角半径同样是为6 这我们填成为白色 这用来做它的一个卡片 然后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描边 一个像素 然后D1D1D 它里面那里的上面是一个标题 标题字我们应该设成30好 然后字体颜色为一个黑色 好下面我们再用矩形工具 一个矩形工具建一个520乘2007的 调整一下位置 让它居中对齐一下 这一块是用来展示它的 该活动的一个主体的一个图片 我们拿一张图片来 下面还有一个就是 该这个卡片内的一个内容的一个简要 因为它是一个简要 所以字字号要稍微小一点 我们给它组在一起 然后字号设成为24 设成一个灰色 然后在底部下面来做一个分隔线 然后建一个90的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用来查看相机的一个按钮 这个是一个查看相机 字体颜色我们给它设置为30好子 这个字体大小 我们设置24 然后字体的一个颜色设置为灰色 然后拉一个向右的一个箭头 我们在整理的就给它微调一下 调一下间距 这样我们的一个卡片就基本上做完了 主要是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呢是标题 第二部分是这个图片 就是一个内容的一个缩略 然后加一个查看相机的一个按钮 基本上这个消息部分呢 我们就做完了 分别为公告和这个消息 这是公告的一个列表 然后这是消息的一个对列的一个展示 然后对列呢 消息对列这边有一个就是特别的一个体制 这就是一个小红脸 还有一个呢 就是点击之后的一个消息详情页面 消息详情和这个公告的一个详解 页面其实是通用的 里面的整个页面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主要就是一个标题 然后加一个发布的一个时间 然后下面就是啊 消息的一个详情 这块呢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我们就不在这里去做了 好 这样的话我们消息界面就做完了 好 谢谢大家